是取得了戒断性的森林 为什么叫戒断性的森林 第一波这个疫情我们全国各省都已经复工复产了 这个武汉来讲也已经上青年了 但是呢这里呢我们还有两个问题要明确的高度的重视 第一个上青年以后因为毕竟原来是这么严重的感染 违背还有少数的漏网需要高度重视防止它撕毁复人 所以这块工作呢还是要这个坚持不懈 继续的把这个防控工作做好 第二个呢毕竟还有那么多病人还住在医院 所以我们要继续加大救治力度 把这些病人一个个尽最大的努力挽救他们的生命 所以这个工作还没有结束还要继续努力 第二个呢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个年轻的考虑 什么呢就是国外啊这个疫情在不断的上升 所以我们国际交流那么广泛 所以国外的疫情还随时都在输入我们国内 所以我们要联防死守 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还需要我们大家继续 毫不放松 加大努力防止疫情在 我们国家的其他城市的输入和蔓延 所以这块工作呢 就不能掉以轻心 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谢谢着愿ce 是不是 我ين 有いい 你 我